王主,你比赛开始打得特别好,先谈一下第一局的表现 首先自己的准备比较充分,然后想的是冲击对手,而且第一分可能自己不管怎么样都要把这个士气打出来 第一局自己在逆风这边,所以说自己的这种防守啊,包括自己的这种控制可能会比较好一点 然后在第一局可能做的比较好的就是比较耐心吧,但是可能后面可能到了第二局他逆风的时候,那他顶得我比较难受 这种时候自己可能没有找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办法去解决 后面觉得他在第一局上特别有点吃饱饭,有没有觉得对手有反应吗 首先我觉得这个他滑我也滑吧,这个客观因素存在,但是我觉得首先运动员可能还是在场上更多的还是想着怎么把这个球打好 可能受外界的影响比较少一些 为什么第三局是打不出了? 还是一样的问题吧,在那个自己在顺风那边可能一个是攻不死,再一个确实被打得比较难受 而且自己能有球,一个回不到位他身高比较高 所以说那种反击打了自己,就是没有很好的办法去解决 然后尤其一直到后面可能自己这种体能有一些下降啊,或者说自己的一些控球不到位 导致着老师被打反击吧 好,再下来不管怎么样,中国队都是进了八强 你对自己的状态,会不会越来越处备好了吗? 我觉得首先我们不管遇到什么都会全力以赴吧 然后不管是自己上不上场,那都要做好准备去迎接每一个对手 谢谢你 这么做来 Tak 确讬 这个事情 kach beberapa 没什么事 situação 北走